好 我們在講車子開車手中安全 除了車子本身這些配備啦 所謂的主被動安全之外 其實如果你就看撞擊測試的話 會發現行人安全 它是一定要被考慮在裡面的 所以它也有一個指標跟分數 那台灣最近有個新聞 就是我們是不是真的 整個交通已經亂到 讓國外媒體覺得 這像是行人地獄一般 這也衝擊到我們的觀光 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就是開車的時候覺得 行人怎樣怎樣 可是自己當行人的時候會覺得 你們開車的人為什麼這樣開 小潔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好矛盾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這個規定的時候 我就覺得挺不錯的 因為有很多人他就是不讓行人走 但是當你是一個駕駛的時候 你會覺得紅綠燈就頂多個 60秒 60 90秒最多 可是你知道一般我們其實 因為自由行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看嘛 這個人走到這裡 那個人其實還有一段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慢慢的 也不是這樣子就過去了 但是會慢慢的過去 至少你不用後面塞一排車 對 你有可能都動彈不得 對 但是好 那是駕駛的感受 但是我現在是行人 然後我現在是孕婦 雖然我中英姐說我走路是沒有像一般孕婦那麼慢 但還是偏慢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有壓力是說 我其實 我 你還沒走完 你就覺得你那麼急幹嘛 對不對 沒有 我會想說 那不然我讓你先走 我讓你先走 問題是你在等我的時候我會有壓力 但是如果我讓你被開單 我也會有壓力 請問一下大家有什麼想法 兩千 我覺得就是稍微 就是我禮讓你 但是行人也可以稍微 就是如果你方便的話 但是稍微提快一下腳步 現在我行人綠燈呢 我為什麼要走很快 可是可是後面真的很多車 有時候我沒感受到後面的壓力 後面會一直巴你 大家是不是都有這種苦惱過 Vincent 我還好 我沒有當行人騰子了 老爹 我是都會跑 金卡獎選出你的DreamCar活動騎跑哦 選出最時尚最堅能的電動車 選出你最熱血激情的超跑 選出能夠帶著家人跑透透的休旅車 快上地球王電線汽車網 參加金卡獎票選活動 跟著達人們 一起選出你的DreamCar 就有機會把iPhone14 獨家汽車丟面好禮帶回家